主席 主席 各位同仁 各位官員 大家好 我是不是先請文化部的是許常務次長吧 是不是 好 請許常次 常次你好 我想政府在講要協助跟這個推動所謂的文創產業其實講了很長的一段時間 但是當然一方面是政府在政策上一直不是很明確 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覺得政府在推動或者是協助文創產業的方向上 其實也有一些盲點 就是其實文化人相對來說是比較浪漫的 因為他們有非常浪漫跟非常敏銳的一顆心 所以他們在文化跟藝術上才會有很好的表現 所以文化人或者是藝術人他們不是商人 所以變成說你要怎麼把文化或藝術變成文創 這已經是一條路了 從文創要再走到文創產業 這又是另外一條路 所以變成說你要把文化 台灣現有的文化跟這個藝術的這些資產 或者這些能量 能夠轉換成為一個產業 具有競爭力的 不管是在國內或者是在全世界 我覺得政府必須在這兩段路上 必須要更加把勁 就這兩段路 唯有政府要很強勢的介入或者是輔導 才能夠有可能把文化跟藝術最後變成文創產業 否則就會像剛才龍部長來做貝巡所講的內容 就是說今天文化人跟藝術人 他跑到銀行去貸款的時候 這銀行貸款是很現實的 銀行所背負的壓力也很大 他這個錢不是他自己家的錢 他這個錢是保護的錢或者存戶的錢 他必須要有獲利的能力 他不能夠明明知道說這個是不會賺錢的 他要把錢投進去 所以變成說文化部想要去協助 或者是栽培文創產業 恐怕憑文化部自己本身的實力 我是有很大的問號 不是說文化部的能力不夠 但因為畢竟文化部他所做的工作 他不是像經濟部 他不是在做一個產業的推動小組 他不是有這樣一群人在做這樣的協助 所以我要拜託 這個長次 文化部必須進一步來做規劃的 就是我希望能夠看得到文化部 如何協助文化跟藝術先走到文創 這是一段 那麼文創還要有一個business model 他才能夠變成產業 我舉個簡單的例子 你現在看到那個Jimmy 他的產品在很多書店賣得很好 那麼他也做出了很多周邊的商品 可是Jimmy他本身他本來只是一本書 他本來只是一個作家 或者是會圖者的一個概念而已 可是因為他從一個故事一個書 開始慢慢變成他發展的周邊產品 發展的周邊產品不見他能夠賣 發展的周邊產品之後 他要變成一個產業 他必須還要去做宣傳 他必須還要去鋪貨 他必須還要去做各式各樣的方法 去擴充他的市場 這就是第二段 所以變成說他從原始的出發點 要走成一個有競爭力的文創產業 他必須要有兩段路 那這兩段路 文化部究竟要做什麼樣的協助 或者是文化部究竟要結合經濟部 結合政府 做什麼樣的協助 到目前為止 我是不是可以請市長談一下 非常謝謝委員對文創的這個關心 那麼實際上剛才委員也特別提到 怎麼樣把文化變成文創再變成一個產業 實際上是兩個階段 我想這個方向是正確的 那麼在文化部這邊來講 我們本身呢 剛才部長的報告裡面也特別提到了 那根據文創好的規定 我們對在投融資的一個優惠裡面 我們有對文創業主有一些補助 那麼另外呢 在評鑑機制這一部呢 那麼最近呢在去年呢 那麼也非常謝謝金管會呢 那麼以金融體文創這個概念呢 那麼來扶植這個我們文創業者 那麼我想我們透過跟 那麼金管這個 這樣子啊市長我抱歉打斷 我覺得今天業者需要的 他不是獎勵 他也不是評鑑 業者這些文化工作者 或者是藝術工作者 他需要的是輔導 您了解我的意思嗎 故宮文物院 故宮的這些典藏 經過了一些具有創意概念的人 他就可以馬上轉換成為 有故宮特色的創意商品 那這些做創意的人 他也許沒有文化跟藝術的背景 可是他有能力把藝術品 或者是把文化的東西 變成一個產品 這是第一段他需要輔導的 第二段他需要輔導的是 變成了產品之後 他還要能夠有市場的競爭性 這是第二段路 所以我一直在反應的問題 是說政府必須要明確的了解 你已經花這麼多錢去補助 不如想辦法去做一些異業結合 就是有文化藝術能力的人 如何跟有創意背景的人 去做一個結合 這個媒合要如何媒合起來 我認為他才能夠漸漸變成文創 文創的下一步才能夠變成產業 這點我要拜託這個文化部好不好 我真的要拜託說如果文化部自己本身 也許沒有這樣的能力 至少可以結合經濟部吧 如果文創產業是台灣未來的一個重點產業的話 我認為經濟部也責無旁貸 這個問題不能因為有文創 這個文這個字就要丟給文化部 這完全不是這麼回事 文創產業的重點在於產業 不在於文創 他如果沒有一個產業的架構跟能力的話 這完全沒有任何意義的 所以我要拜託文化部的是 你與其花這麼多錢去做這種補貼獎勵 不如想辦法有更多的機會 讓台灣這些有藝術能量的 有文化能量的這些產品 能夠被人家看得到 或者是去媒合更多的 有這個創意的 有設計概念的人 去跟這些人接觸 那麼逐漸的去把我們的剪子也好 逐漸的去把我們的繪畫也好 逐漸的去把很多文創的東西 慢慢的變成產品 我想最近那個瘋文創 創立的過程 它其實就是一個結合嘛 你可以看得到它結合的背景裡頭 有很多是有藝術文化背景的人 可是有很多是有市場推廣能力的人 它唯有做這樣的結合 它才能夠叫做文創 否則永遠我們再好的文化跟再好的藝術 都只是文化跟藝術而已 這一點我是不是可以拜託文化部做個思考好不好 是 謝謝 接下來我是不是請金管會的曾主委 好請主委 主委好主委您辛苦了 那麼我首先非常這個佩服主委 因為主委在您就任主委之後提出了幾個概念 其實算是相當有前瞻性的 當然其中第一個就是我們今天的主題 就是您鼓勵金融機構要全面的來協助文創產業 那麼包含到我這兩天看到的 您希望這個銀行也能夠肩負起對社會跟環保的責任 我覺得這些都是很先進的概念 這已經跳脫出我們僅僅單純追求金融機構獲利了 或者從另外一個角度上來說 這也代表金管會的信心 就是我們台灣的金融產業已經有獲利能力了 所以在我們有獲利能力之餘 我們要負起更多的產業輔助的責任 或者是社會環保的責任 我覺得這代表的是台灣金融界的志氣 但是回過頭來我要講的是 我們在協助這個文創產業的時候 我建議金管會思考另外一個方向 就與其我們只要求銀行做貸款 就是我剛才談到的問題您相信也聽到了 就其實台灣現在最嚴肅的這個課題在於說 你文化跟藝術很難變成文創 然後文創又很難變成產業 所以你如何能夠一路的走到一個產業 我倒建議 是不是金管會能夠呼籲我們 像國內的投信業者 就是做一些這個投資的銀行 做一些投資的這個有這樣的能力的人 在進行投資的時候 這些人他們就不僅僅只是單純的借錢而已 他們會去尋求好的標的 然後他們會做這個Original Founder 然後去投資 然後去扶植 然後甚至去做像這個上市的這個協助 所以它變成是要一貫化的一個協助 那我認為現在國內的我們的文創產業 其實力道還是很薄弱 薄弱的原因就在於說政府沒有看清楚 這兩個關鍵的這兩段路 政府給予的協助都不夠 所以在第二段路 我剛才講到的文創 最後變成一個產業 我認為這金融機構的像做投資的這些 這些單位 其實可能可以幫更多的忙 所以在這一點上 是不是也可以拜託金管會 考慮看看 除了要求銀行來做融資協助之外 也可以要求銀行的這些投資的部門 然後介入來做協助 讓他們盡快的能夠變成一個產業 甚至能夠有上市的可能 是 謝謝我的指教 其實有關怎麼樣協助文創產業 或者是創意產業 其實是有一個整套的措施 除了貸款以外 還包括創投 所以創投的部分 其實國內最近像幾家金控也很積極 另外 其實包括直接金融 包括創櫃 包括新櫃 包括上櫃等等 尤其1月3號開版的創櫃版 也有三家創意產業來掛牌 其實我們是包括 直接金融 建設金融 還包括創投 是一個整套的措施 那有關銀行受信的部分 我們是鼓勵他在風險控管的全力之下 來積極協助 我想如果照主委您這樣的規劃 這個方向就是正確的 因為你必須先讓創投部門先介入 那創投部門經過了輔導 經過了協助 他認為這個 這個有相對的這個能力的時候 自然這個銀行的受信部門就會 就會借款了 那同時他會結合其他 其他像IPO上市櫃的輔導 他就是整個一貫化的全套的一個協助了 那才能夠把文創真正變成一個產業 這一點我對這個金管會非常寄予厚望 也請主委繼續加油 謝謝主委